最高法院刑三平法官 所贵五千万往法裁判 还有花莲高分院法官 所贵三千万往法裁判 不断指控法官收惠她是蔡晶晶 2012年和男友曾志忠联手杀死母亲 之后还在狱中和男友登记结婚 成为侍母鸳鸯 最后他们因为在校成绩优良 获得蔡妇原谅等理由 扩判无奇定业 但曾志忠吝啬一起窃盗案 此案在新北地院审理时 曾男申请由蔡妮当案件辅佐人 被王姓法官拒绝 他竟在看守所内模仿法官刺激签名 未照法官向他所汇一千万的纸条 向检方法院提出24次检举 诬告法官勾结多名共犯长期所汇 这件诬告案开庭时 曾男否认犯罪 但法院认为且倒不是重罪 王法官何必索取千万汇款 且检举的字条中 还有怒骂检察官监所管理员的字眼 有些字条笔记也不同 认为他是被判了无期确定后 才会肆无忌惮地诬告法官所汇 依诬告罪看他三年八月 不认为要认为要认为可乐的字眼 那你能看守所汇一千万的纸条 你不认为可乐的字眼 那你能看守所汇一千万的纸条 那你能看守所汇一千万的纸条